為了分享食好西精神 我是韻血肥仔 決定和大家分享食好西秘訣 好西齊齊吃 我們最接近 第一間我要高度推介的餐廳 就是這間食棧 略略是會比外面貴一點 但是食棧的叉燒 是完全不能商量那麼好吃的 明仔經常推介這一間 就是我的小學 就是在食棧的一間 所以我很熟悉樂富 九龍城推 樂富自從商場被領匯收購後 就只剩下大集團和連鎖店 如果在我家裡 我想起要吃點好東西 都沒辦法 一定要來九龍城 所以我們第一集 就是去九龍城 原發的叉燒蛋飯真的超好吃的 原發的叉燒蛋飯真的超好吃的 叉燒全部都是炭燒的 而且它們是超軟的 你買回家當然是去食棧買的 但是如果你說 那個是不是肉品來的 在我童年的回憶裡面 其實有兩個公園是很重要的 一個就是九龍寨城公園 另一個就是現在我帶大家去的 因為我是改變了各個公園的歷史 我試過有一次 放了學之後 跟朋友來這個公園吃飯 那時候還有一些上滑梯 還有一些琴鋼架 很快地吃完 我們準備了飯盒之後 那我們就玩了 在這裡捉衣櫻 就在捉衣櫻的中間 一聲掉到地上 那隻手搶就先落地 是這隻手 手斷了 一年之後 整個公園都被人拆了 所以各位小朋友 你沒有了一個 兒童遊樂設施的地方 我是令到這個公園 沒得再玩的 Sorry 有的人問我 其實我本身是做什麼的 其實我本身 如果你有like我的page的話 都知道我是一個廣告導演 可以看到這些 公司要寬貧 誰負責的 是不是你 啊 或者是這些 不要每次跟我講錢 我最想 就是你們學到東西 有進步 對的 其實都是我拍的 在四年的創作過程裡面 做到個人會是 有點沉悶 幾個月之前 就決定 由一個fulltime的in-house導演 就變成平安士 有很多朋友都曾經問我 究竟怎樣去規劃自己的career 其實我也有一個提議 不要一開始就自己開一間公司 先 盡量嘗試 多些不同的地方 去吸收 這個行業的資訊和經驗 同意摸索到一個 你自己做事的方法 說這麼多話 終於到了 其實我打算去一間cafe裡面 寫劇本 因為我有很多劇本未寫 那我要個 西文堂 這間cafe 其實是跟一個 麵包店在旁邊 所以其實它的麵包 或者烤餅 是超好吃的 好好吃 哇 如果不是去cafe 其實就會去這間茶餐廳 吃下午茶 基本上西多士一個甜食物就是這樣 不過如果裡面有些沙丁牛肉 那些鹹材料在裡面 應該不太合 他們自創 這個沙丁牛西多士 非常配 有太多沙丁牛肉在裡面 花卷 等等 下下忍不住想吃 標準你們看完之後有什麼地方 想介紹我去吃的 想我去試一下的 留言 告訴我 記住訂閱我們的Youtube 追蹤我們的IG 還有Facebook 你不按腸才看 其實是看不到我們的內容的 記住啦 吃好西是我們的使命 好